大家好 这期节目是一个快评 我们聊一下马云九访问大陆的一个花絮 这两天在中国里面的网络上 流传着一组照片跟视频 就是说马云九到重庆以后 受到重庆市委书记原家军的超规格接待 那个气盘确实比较大 是真正的彰显了大国的风范 就算你马云九有一种压迫感 或者是有一种自卑感吧 对不对 你马云九再怎么说呢 也是台湾的前总统嘛 那你看我这个重庆市委书记 在你面前是多么的气派 他就想表达出这样一种气势吧 据传呢为了接待马云九啊 这个袁家军呢是动了脑子的 这个袁家军接待马云九啊 算是规格比较高的嘛 他也算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了 况且呢他跟习近平的关系特别好 可以说是习近平的一个地系 可见袁家军怎么样对待这个马云九呢 不光是他的意思 也代表了当今圣上的意思 也是给身上脸上贴光嘛 要进前我们大国的风范呀 那么据网上说呢 这次接待的会场呢 是专门设计的 据说好像是挺张一摩设计的 你看那个整个接待厅 那是一个巨大的接待厅 两边坐了几十个人 然后背景呢 是一个巨幅的山水画 这个画面里头呢 也很有意思 一艘大船 一艘小船 大家可以去想啊 就是这种接待会格呀 是满有此次大陆之情中间的 最高领域了 而且是专门准备的 你比方说他到湖南大学去 他无非是在湖南大学的礼堂呢 对他进行接待 但是在重庆呢 这个整个接待的这个场所 都是专门量身定做的 你看中共在干这种扯淡的事情上 确实是用尽了心思 那么我看底下网友的评论呀 也是纷纷点赞 说中国呀 就是要在台湾面前呀 展现出这种大国的气势 有这么强盛的国家 台湾你还不回归吗 等等啊 这种留言呢 特别的多 我看完这个视频介绍 我就想 在袁家军接待马英九的时候 我不知道马英九做何感想 同样这个画面啊 传到台湾去 台湾人民看了以后 有何感想 对不对 难道说他更希望跟大陆同意吗 因为台湾是个公民社会呀 你政府花钱是要通过老百姓同意的 你政府花的钱 就是你老百姓的钱呀 台湾老百姓可能还不这样 看待这个问题呢 可能看到大陆官员 这样糟蹋钱 可能更加害怕跟你同意 你想台湾就两千三百万人 你说他再富裕 他能有多少钱呢 对不对 假如说统一以后 台湾的最高长官 都是像袁家军这样的人 那你说台湾那个钱 能经过几年折腾 对不对 为了接见一个马英九 一个前总统 都搞这么大的政策 我不知道这个要花多少钱 所以我认为啊 中共现在这些官员啊 都是反制的 都是弱制的 他做的这些东西啊 完全是按照他的想象去做的 他展示的这些东西啊 我认为对两岸统一的 没有一点好处 反而是让台湾的老百姓 更加反感 更加不愿意跟你同意 老百姓也会想嘛 中国老百姓 那是确实是血汗工厂呀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 积累了那些财富 可以说不少了呀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你看习近平上台这十年 是不是折腾了一个底朝天呀 现在各地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了了 就成这种情况了 那么假如按照他们这种糟蹋法 将来一旦统一了 我想台湾那些钱呀 也是经不住这样折腾的 可能三五年以后呀 台湾老百姓的福祉呀 也都通通没有了 所以他做的这个事啊 我觉得适得其反 那么我不知道 马英九有何感想 我想台湾的老百姓呀 跟我的感触呀 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也是看到以后 不土不快 那么这期节目呢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